12月8日 演员黄磊在微博晒出女儿黄尚爱的照片 并十分腹黑的配文 照亮点 还给配了个滑稽的狗头表情 照片中多妹一脸忧愁严肃的盯着镜头 眉头微皱 仿佛是在关心国家大事般的端庄 然而 细心的网友却发现 多妹的小脸上 竟挂着一条均匀的鼻涕水 直呼黄磊这个老爹当得可以 妹妹玩说 你不给我咔鼻涕 你居然在拍照发微博 亲吧 黄磊是一个特别幸运的演员 拍第一部戏 就碰到了导演陈凯歌 而且在他的下一部电影 夜半歌声中演对手戏的张国荣 吴倩怜 黎明等都是著名的港台演员 虽然演的是配角 但是依然很出彩 黄磊说 其实在进表演戏之前 他就觉得自己会红 但在他看来这只是郭演烟云 因为一个人会走红 也会走黑